你是否想过我们平时用手机拍的相片 语录的视频 它到底是以什么方式存到我们手机里面的 这存储过程非常有意思 下面我们就拿电脑硬盘举例 给你讲的明明白白的哈 看完后你会发现哦原来如此 这个就是存储资料的磁盘 根据容量要求由多片磁盘组成 它材质是镁合金 它表面上附着有磁粉涂层 这些磁粉被划分成若干个同心圆扇区组成磁道 在磁道上面分布的无数个任意排列的小磁铁 当这些小磁铁受到来自磁头磁力的影响时 它们的排列方向会改变 这些磁盘被固定在一条旋转主轴上 有无刷直流电击带动 其速度最高能达到1分钟7200转 接下来这个叫做磁头组件 它像两只分开的手臂 手臂尾端都安装有磁头负责给磁盘读取与写入资料用的 磁盘在两手臂中间旋转 磁头就能源源不断地捕捉到磁盘上面的信息 当我们停止使用磁盘时 这磁头壁会停留在旁边这块停泊区上 那么这个磁头壁又是如何运动的呢 在另一端这上下两块是女磁铁 被夹在中间的是线圈 当有电流通过线圈时它会产生电磁铁 形成电击的原理 类似喇叭的音圈带震膜跳动一样 通过改变线圈电流的方向 就可来调整磁头移动到不同的轨道位置 它这个移动速度非常快的 每秒能进行十几次微调整 磁头读取的信号通过下面连接软线送到电路板上的主处理器上 它旁边还有个副处理器起到读取暂存和写入缓冲作用 这边这个芯片就是控制无刷电机转速与磁头壁线圈移动用的 外面这两个接口分别是电源接口与数据接口 在这有必要强调一下 这种机械硬盘的内部对气体要求是很高的 必须是无尘的空气或氦气 也就是说你在普通的环境下 拆开后是没办法做到无尘封装的 所以拆开基本就废了